大家好,我是Carmen 我是Ronald 我們倆都是現在讀HKU MBBS Year 4的學生 其實我們MBBS的教學模式主要有幾款 其中一個就是Lecture,就是大課 另外也有些小組的導修課,就是Tutorial 我們Tutorial的模式就是用PBL的形式去進行 PBL就叫做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模擬一個醫生真實的工作環境 由一開始看到病人,從而幫他斷症 之後再看看如何可以幫助他 醫治這個過程去進行 在一個過程中,我們也可以訓練到 我們怎樣去思考的模式 亦可以訓練我們在遇到難題的時候 如何自發性去找一些資料去幫助我們 就好像將來將來一個醫生的工作一樣 我們平時Lecture 其實都是有一些很資深,很有經驗 以及其實都是在阿泰區都受了一指的醫生來教我們 當中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都會有 跟我們分享一些他們的人生經驗和他們研究的心得 其實我們很多的同學都會有出去海外實習的機會 就以我的班為例,已經有很多同學在 在Year One或者Year Two的暑假 已經有人是去到Yale做Exchange 或者是去到Cambridge他們的實驗室裡面做Attachment 正正因為香港有過百年的歷史 也跟很多海外知名的大學有合作的機會 所有地的同學都很容易就會有一個 去到外面很多不同知名的大學或者醫院實習的機會 就好像我為例 我剛剛上個月去了新加坡的NUS 到最後一個月被選擇 另外我覺得身為一個醫學生 我們都有責任服務這個社會大眾 我們的同學也會很自發性的 去組織一些義工的活動 除了會在香港不同的屋邨、屋院 會做一些健康檢查或者健康講座之外 我們也會去到其他國家可能比較貧窮的國家 去做一些義教或者幫他們做一些很簡單的健康檢查 其實我也知道有很多同學都對研究很有興趣 除了想做醫生之外也想做一個研究的學者 我們HKU MBBS的課程 就給了一個機會給這些有興趣想做研究的同學 可以在完成第四年的課程之後 就用一年的時間去讀一個Master of Research 或者Master in Public Health的課程 再在之後完成了剩下的MBBS的課程 如果這些同學真的對研究很有興趣 也可以再選讀一個MBBS PhD的課程 這個課程其實是由香港大學 聯同了英國的Imperial College 或者King's College London來合辦的 當同學讀完這個課程之後 將會獲得兩間大學所頒授的學位 希望大家可以憑自己的興趣來選擇課 最重要是自己真的喜歡那課 先好朋友JUPAS 祝大家好運 今天的訪問就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繼續留意我們 DSE香港大學學生大使的Facebook 以及跟我們LINE繼續聊天 拜拜